先泡汤 花莲乡亲还在地震惊恐中 花莲列为傅昆奇忙着想带团访问中国 声称是替乡亲照出怒 到大陆去能够带进更多的客源 能够让台湾的农产品或能够除去人口进来 这不正是台湾最需要的国会员的公务吗 傅昆奇办振兴观光当作理由 隔一天中国国台办马上呼应 我们欢迎傅昆奇先生率团来访 也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参访交流 4月初马英九访中回国 随即抛出货誉要修反渗透法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交办智库 严你修法放宽 接着就是国民党立任总招带团前往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 从一开始就遭到岛内各界的强烈质疑和抨击 前立委沈不雄在脸书嘲讽 马英九反台后替习近平递橄榄枝 傅昆奇不甘寂寞 会期中带小喽喽上北京 朱立伦更喊出交流 我们来做三位傻乎乎的家伙再不退场 2028已经未战先泡堂了 国民党跟中国的动作太多了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 傅昆奇似乎吃了衬托铁了心 似乎周末他还是要抛下花莲的灾民 前往中国去领旨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借物来传达错误的讯息 两岸之间有更多正常的交流 用正常的交流取代对抗 其实这都是国民党一向的基调 24号民进党中指会针对反渗透法 做专案报告 准总统赖清德直指中国一出身 蓝营就要修反渗透法 伤害台湾也对区域稳定及和平产生影响 国共思维口径一致 修法将成为北京当局 伸手控制台湾的最有利方法 所以黄晏琪就来这位新闻